明德二十年秋 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 拉开序幕 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 这是 你想做什么 听声音准没错 纯金的 纯金的 纯金的又如何 值大钱了 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 乃是在下的赌局 生死局 这套种里的头子恐怕已经 开 公子好功夫 不才不才 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 阁下难道是要反悔吗 我说过我不会杀你 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 住手 炸湿了 先把他带走再说 在下想去一个地方 可有一筒钱 你为何偏偏挑中 我们二人 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 一个身负重伤罢了 哦 身负重伤 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情人 破 攻城 长弓追 以百鬼一心 这是哪儿啊 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 我从最接再说 哎 你们快 立刻 哎 那两个没意气的家伙 少年英雄 少年英雄 自当仙衣怒马 把酒当歌 怎 这般哀声叹气的模样 刘光过去说我呀 你呢 我吗 我想当皇帝 我自小聪颖国人 也就说 十三岁 武功编入了自在地界 追着老和声问 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一天赞 最后说 北梨六皇子 消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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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